直播连线时,我拆穿了一个神棍,说他是骗子 可对面的神棍顿时变了脸色,对我大声喊道 快跑,你背后有人啼鼠,他会吃了你 我转头看去,却瞧见我妈正音侧侧地趴在门缝后,偷窥我 我是网上有名的打假主播,根据粉丝提供的线索 专门去坑人的直播间打假 这次粉丝给我提供了一个玄学主播 他才开播,我就进了直播间 他穿着一身黑色练功服,手拿折扇 看起来年纪轻轻,面容清秀 算功名,算桃花,算阴阳,算一次666年 外加送本到亲自加持开光的玉佩 名额只有60个,先到先得呀 我去,竟然这么正大光明的骗钱 看我不把你给弄下马 我直接刷了两个大火箭,要求连线 连线后,我还没开始打假 我家粉丝先开火了,来了,来了 最爱的打假环节,来了 激动,看看我们家吓哭,怎么打假这个骗子 看到我的粉丝辱骂甚虚 甚虚的粉丝也坐不住了 上面那个说我家甚虚大师是骗子的 小心遭报应 对,前面的说话注意点 我家甚虚大师可是有师诚的正经道士 什么叫骗子 甚虚看到我的粉丝骂他神棍 表情变得有些不快 但毕竟我刷了两个火箭 他也爆发飙 随后他亲了亲嗓子说道 女士,你想算什么 听说你什么都能算出来,对吧 那你帮我找找我姐在哪 我姐最近出去旅游了 她去的是个非常小众的景点 这个骗子一定猜不到 随后只见甚虚闭着眼 便脸色有些苍白地说道 吓哭是吧 我不跟你开玩笑 现在立刻马上离开你家 我没忍住 扑斥一下笑出声 喂,大哥 你找不到人 就开始编故事来晚尊了 我不为难你 钱也不需要你退 当着大家的面 承认你是骗子就行 直播间的观众 轻一色地在屏幕上打着道歉 有一条弹幕一闪而过 吓哭女士 你还是快跑吧 我师兄从没有算错过 不说原因 肯定是因为在直播 不方便说 我去 这甚虚是董运营的呀 还请得拖来救场 此时甚虚捏着扇子 手背轻轻乍立 似乎在极力忍耐情绪 看她这样子 我更加确信她是骗子 道歉 别再骗人了 大家挣钱也不容易 甚虚嘴角抿成一条线 深吸一口气说道 好 我告诉你 你姐就在你背后的墙里 她三天前已经死了 两个小时后 就轮到你了 我一震 瞬间怒从心头起 你这就没意思了 咒我姐死 还咒我 我直接告诉你吧 我姐一周前出去旅游了 我的老粉都知道 每天我都在微信跟她聊天 骗人就算了 现在还直接骤人死是吧 就在我还要持续输出之时 一只冰凉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被吓得一抖 脱口而出的脏话 生生吞了下去 屏幕里露出我妈那张 略显苍白的脸 怎么了吓哭 又在跟别人吵架呀 你这臭脾气能不能改改呀 看到是我妈 我赶紧松了口气 妈 没事 我再跟粉丝闹着玩呢 行 那妈就不打扰你了 记得别跟人吵架呀 你还要温柔点 这时 桌下突然窜出来一只灰扑扑的老鼠 我吓了一跳 大喊道 妈 咱家养几只猫 怎样还有老鼠 别怕 我现在就把老鼠弄出去 说吧 妈妈就转身 把老鼠赶出了我的卧室 看老鼠被赶了出去 我松了口气 对我妈说道 谢谢妈了 对了妈 你这几天有跟我姐联系吗 我妈被对我开口道 当然了 今天你姐还打电话跟我聊天呢 说吧 我妈就出去了 我妈走后 我得意地朝肾虚挑了挑眉 可此刻肾虚的脸却越来越白 下哭 快点走 你妈是人皮鼠 你姐已经被她吃了 再不跑 下一个就是你 我刚想开口 但肾虚的嘴巴 就像机关枪一样 让我找不到机会插嘴 我不屑骗人 你要听完还不信 我也没办法 你妈上个月已经被人皮鼠记声了 好好想想 她是不是一下子像变了个人一样 听见她的话 我手臂起了一排鸡皮疙瘩 对呀 我刚刚怎么忽略了一件事 我妈从来胆小 蟑螂都害怕 怎么可能提起老鼠的尾巴 而且 我妈刚刚的表情明明很紧张 好像很害怕我打死那只老鼠一样 还有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上个月 我妈打电话说 家里不知道从哪来了好多老鼠 家里养了几只猫都捉不完 我立马预约了两天后的专业除鼠人员去处理 结果人家刚去 就被我妈赶走了 她说 家里没有老鼠 不需要那些人去 出神之际 慎虚又开口说道 还不信的话 你可以看看你墙后 有没有东西 我马上走到墙根 敲打了两下 并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 这面墙后边 就是我家的电视柜了 墙体这么薄 怎么藏人呢 我怀疑这两人是作秀的吧 肯定有剧本 不然哪有这么神乎 无语 慎虚就是骗子 吓哭你怎么还信他说的话 看到粉丝的话 我有些懊恼 我怎么就被慎虚三言两语给骗到了 更可恶的是 还让直播间的粉丝看了笑话 我冷冷看着他 慎虚 真的很没意思 你不说我姐在墙里吗 你看看 这哪有能藏人的地方 慎虚眼里有意思不解 继续掐指算了起来 随后他叹了口气 你姐不在墙里 你姐肯定在墙后的电视柜里 人皮鼠的猎物不会一口气吃完 他会慢慢吃 他最需要的是那张皮 一张皮的期限为一个月 一个月后 人皮鼠会再次换皮 我真的被气笑了 这个骗子非要一骗 到底是吧 我的胜负欲 瞬间被激了起来 那我就好好陪他玩一玩 让这个骗子死个难道 准备拆穿慎虚 可话刚到嘴边 就被弹幕给硬生生的堵了回去 我没看错吧 门外那边有双眼睛 我看见了 显出人头 卧槽 我也看见了 好吓人啊 吓哭 你千万别回头 有人在门外盯着你 千万别回头 一瞬间 千万别回头的弹幕 充斥了整个直播间 我的额头起了密密麻麻的冷汗 后背也不自觉的感觉 一股阴冷的视线 我仔细透过镜头中看到 门的边缘处 趴着半个脑袋 正静静的窥视着我 而这个人 正是我妈 我用力掐住手掌 尽力平息内心的慌乱 我妈今天的行为都太过诡异 我现在有点相信肾虚的话了 但我必须要确认一下 确认电视柜里 是否真的藏着我姐 毕竟肾虚的话也太过荒谬了 我假装伸了伸懒腰 对着屏幕说道 宝宝们 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家吧 吓哭好可怜 我觉得肾虚说的是真的 你快跑吧 呵呵 两人就秀吧 我不信 不信就拱出去 吓哭的脸色好难看 像要哭了一样 真的好吓人 像在看恐怖片 好了 吓哭别怕了 门口那人走了 我松了口气 缓缓转头 门外果然已经没有人了 之后我闭了闭眼 拿起手机 准备去客厅看看 客厅里黑漆漆的 也没有开灯 我妈也没在外面 看来 她已经回房间了 我正好可以趁此机会 检查一下电视柜 可当我刚走到电视柜前时 身后就响起了 我妈那悠悠的声音 吓哭 你在干什么呢 我被吓了一跳 转过身去 我妈正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没干嘛 这不是还在直播吗 让粉丝看看咱们家 哦 还在直播呀 那你什么时候结束啊 我一会找你有点事 找我有事 不会真的跟盛须说的那样 我妈要吃我吧 就在我紧张不已的时候 盛须的声音从耳机传来 放松 别引起她的怀疑 自然一点 说一个小时后结束 她换题肯定有特定时间 现在应该还不会对你下手 听完肾虚的话 我深吸了一口气 语气平稳到 快了妈 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等我直播结束后 我就去找你 我妈点了点头 转身回屋了 我妈走后 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我的双手不自觉地发抖 我妈怎么可能不知道我的直播时间 而且我直播时 她也从来不会打扰我 吓哭 赶紧先看看电视柜里 你姐是不是在里面 好的 我现在就去看 可我刚准备起身 就看见我正前方躺了一只老鼠 看上去好像就是我妈刚刚从我屋里赶出来的一只 不过此时 这只老鼠已经嘎掉了 我心里开始疑惑 便问到盛须 不是说我妈是人体鼠吗 难道她还杀自己同类 盛须还没回答 网友的弹幕就又刷出来了 我看不懂了 有没有人给我解惑 为什么会有死老鼠 我也不知道啊 老鼠不是一向团结的群居动物吗 两个人作秀 你们一群傻子还当真了 看到粉丝们的弹幕 这让我对盛须的信任又削减了大半 盛须如果你是玩我的 我肯定跟你没玩 这应该不是人皮鼠杀的 没什么时间了 吓哭 你把地址给我 我现在赶过去帮你 我现在对你还没有完全相信 万一你真是骗我玩的呢 是不是真的 打开电视柜一看便知 好 如果打开电视柜 我解针在里边 我就给你地址 随后我来到电视柜前 深吸了两口气后 我颤微微地将手伸向柜门 就当我准备打开柜门时 身后又传来了一个悠悠的声音 吓哭 你又在干嘛 我妈 是我妈 她是要来吃我换皮了吗 我心动此刻害怕坏了 身体不停地颤抖着 吓哭 你怎么回事 没 没事妈 我在找东西 你找什么呀 我给你找 我 我 我找我的充电线 是吗 我记得好像看到过 我给你找 说吧 我妈便打开了柜门 并从里边拿出了一条充电线 吓哭 这条是你的吗 我颤颤巍巍地张开眼 看了一下 柜子里只是一些杂物 并没有我解 而我妈此刻正拿着充电线看着我 对的 妈 就是这条 我找了好久了 说吧 我两个一起起身 吓哭 你看你这脑子 这充电线是你自己放进电视柜的 这你都能忘记 肯定是直播税太晚导致的 以后记住 别播太晚了 说吧 我妈就又回屋了 此刻我气坏了 这明显就是在骗我呀 随后我看向盛须说道 说我很有意思是吗 我也真是个傻叉 既然信你说的话 此时粉丝纷纷发来弹幕 开始为我打抱不平 真的太过分了吧 我都心疼吓哭了 对呀 甚须滚出去 不带你这么吓唬人的 这个人真的毫无恶心 吓哭这么一个小仙女 都快被你吓哭了 从没见过这么恶劣的人 吓哭都说了 不需要你退钱 你还这么整他 随后弹幕 就是清一色的甚须滚出去 看到这一幕 我擦了擦眼眶的泪珠 我真是傻叉 竟然被他一晚上骗了这么多次 认为姐姐死了 妈妈被人皮鼠吃了 我还真是个白痴 吓哭 相信我 你妈真的被人皮鼠吃了 我没有骗你 她现在穿的是你妈的皮 你没发现你妈不仅眼神空洞了 连脸色也发灰吗 慎虚这么一说 我还真感觉到 我妈的确变了不少 难道慎虚说的是真的 我妈是人皮鼠 可下一秒 一条弹幕的出现 改变了我的想法 你好吓哭 我是医生 仔细观察了一下你妈的状态 你妈眼神空洞 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 她脸色发灰 也是因为营养不良导致的 至于慎虚 那就是个骗子 上周我的患者就跟她连线 被骗了几千块 连医药费都被骗走了 我支持你打假她 还有评论不用质疑我 我有二十年的行医经验 是不是得病了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看到这条弹幕 慎虚的眉头 深深皱起道 无言乱语 我从未骗过任何人 吓哭 相信我 你必须得跑 再不跑 真的来不及了 主播 别信这个骗子 我是医生 你要相信科学 你要做的是 明天带你妈去医院挂号 不然你妈的病会更严重 现在是前期 还有治疗手段的 看了医生的弹幕 很多网友也纷纷出来劝我 吓哭 我觉得这个医生说得很对 要相信科学 我就说嘛 哪有这么悬忽 这就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 表现罢了 实锤了 甚须是骗子 道歉 退网 看到网友们叽叽喳喳的 我有点不耐烦地 对慎虚说道 你老是让我相信你 可你怎么让我相信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 去查看电视贵了 结果里边根本没我解 你还要怎样 我看你是 不把我的钱 从我都里骗出来 你是停不下来对吗 大哥 骗人是不是也要有限度啊 好 还有一个办法 能证明它是人皮鼠 人皮鼠的缝合线在脚底 你妈脚底一定有条细线 不仅如此 被人皮鼠寄生的皮 再离开她的一瞬间 都会失去活性 你剪掉一根你妈的头发 头发肯定会在三秒内变成灰的 好 慎虚 今天既然已经折腾这么久了 我就再相信你最后一次 如果这次还是假的 那我肯定要举报到你封号的 我捏手捏脚地来到我妈房间 借着月光 看见我妈侧躺在床上 呼吸平稳 应该是睡沉了 我小心翼翼地掀开被子的一角 发现我妈居然穿着袜子 这让我心里直打鼓 我妈为啥穿着袜子谁 难道真如慎虚所说 她穿袜子 是为了遮挡人皮的缝合线 不管那么多了 脱下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下一秒 我上手直接拽住我妈的袜子 也就在手刚碰到袜子的瞬间 我妈悠悠的声音 又在我耳边响了起来 吓哭 你在干什么呢 我被这一声 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我妈醒了 她正直勾勾地盯着我 吓哭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是不是发烧了 今晚怎么感觉你奇奇怪怪的呀 我 我没发烧 就是看外边刮风了 怕你被子没盖好 着凉 我说完后 死死地盯着我 我被看得后背有些发毛 看来看缝合线是看不成了 只有看头发了 随后我鼓起勇气 来到我妈身后 妈 好久没给你按摩了 我给你按按 趁着给妈妈按摩的时候 我拿出小剪刀 悄悄地剪掉我妈一根头发 攥在了手里 给我妈按了一会后 我跟我妈说道 妈 舒服吧 不早了 我要回去睡觉了 就在我要走的时候 我妈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这一刻 我感觉我妈的手艺真冰凉 怎么了妈 吓哭啊 能永远留下来陪妈妈好不好 我头皮发麻 汗流加倍 硬着头皮回答 妈 我还得去上班呢 不上班 怎么养你们啊 说完这句话后 我妈就松开了手 我也赶紧离开了房间 回到房间后 我一阵胆寒 只见刚刚被我妈拽着的手 已经变得通红 我甚至觉得她再用力一点 能直接把我的手捏骨折 就在这时候 粉丝们又发来弹幕 轻易水地让我赶紧看头发 我用力呼吸一口气 紧握着的拳头不停地颤抖着 我已经想好了 一旦头发变成灰 我就第一时间冲出家门 然而 当我打开拳头时 一根黑色的头发 正安安静静地 躺在我的手心里 看到这一幕 我心头立马涌起了一股羞愤 PMD的 一晚上 竟然被肾虚来来回回耍了这么多次 吓哭 不对劲 很不对劲 我刚刚想了半天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她身上 披了不止一层皮 下面一定还有一层 所以剪了头发没反应 你信我 把她皮肤划开 就能看见里面还有一层 够了 闭嘴吧 骗子 你骗我上瘾了是吧 一晚上已经骗我好几次了 怎么现在还不死心 还想让我去把我妈划伤 你是把我当成脑残了 还是把我当成SB了 听完我的话 盛须赶紧解释道 吓哭 我真的没骗你 好了别说了 就算有人皮鼠 我也不怕 我家可是有好几只猫呢 来再多人皮鼠 也不够我家猫吃的 听完我的话 盛须冷哼一声 你最好还是看看你家猫吧 不出意外 你家的猫 已经都被人皮鼠吃了 盛须你还真是不要脸到几点了 到这个时候了 还想着忽悠我 是不是忽悠你 你自己看看你家猫不就知道了 听完盛须的话 我的确感觉到了一点不对劲 今晚我家猫 还真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之后我来到客厅 以前晚上 我家那三只猫都是 睡在沙发上的 可今天 沙发上一只猫也没有 刚去我妈屋里 猫也不在她屋 那这猫去哪了 回到屋里后 盛须就问我 我说的不错吧 你家的猫都没了吧 我家的猫现在是不在家 可能是出来完了 这说明不了什么 反正我现在是 一点都不相信你了 你就是个十足的大骗子 你不是说我姐被我妈吃了吗 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 看我怎么打你脸的 听到我要打肾虚的脸 粉丝们纷纷发来弹幕 支持吓哭 骗子去死吧 吓哭 建议你直接打视频 对 免得这个骗子 又找别的理由诡辩 同意同意 看了粉丝的弹幕 我觉得这些弹幕说的很有道理 不如直接跟我解视频好了 于是我先给我姐发了条信息 看她睡了吗 睡了吗 姐 我姐很快回复道 没睡 咋了 跟你说件事 接下视频 好的 你等我五分钟 我正洗漱呢 五分钟后 我姐的视频打了过来 她那边黑漆漆的 没有开灯 但勉强能看出来 是我姐 怎么了 吓哭 没什么 妈好像有点老年痴呆症状 明天我想带她去医院看看 好 随你 跟我姐聊了几句后 我发现了个奇怪的是 我姐的背景 怎么看着有点眼熟 而且 借着微弱的灯光 我看见我姐的脸上 有些粘稠的液体 泛着点点红色 姐你脸上的是啥东西 你说我脸上吗 那是我新买的护肤品 这不是急着跟你视频 所以没有抹云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随后正当我准备把遇见 肾虚这个神棍的事 分享给我姐的时候 耳机里的肾虚叫住我 吓哭 你还没看出来吗 你姐的背景 明明就是你妈的卧室 我脑海中闪过一道白光 是啊 我说为什么那么熟悉 那背景 分明是在我妈的卧室 可我姐今天 根本就没有回家 刚刚在卧室 也没有看见她 吓哭 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你现在在干嘛 没事 就是肚子突然有点疼 我先去厕所了 说吧 我便把视频挂断了 随后我走到门口 拨通了我姐的电话 安静的屋内 传来了一阵短促的铃声 虽然挂得很快 但我还是捕捉到了 我心中大害 瞳孔紧缩 捂着嘴往后退了几步 那铃声是从我妈卧室里 传出来的 我的心在胸腔狂跳 脑海中只有一个声音 跑 我现在不知道 我妈到底是不是人皮鼠 但我确定 现在的情况太过诡异 还有 这么晚了 为什么家里的猫 一只都没有在 它们都去哪里了 就在此刻 我听见我妈的卧室门打开了 我赶紧往屋外跑 就在我刚跑到大门时 我妈就在我身后出现了 我头也没回 快速跑出屋子 此刻耳机里再次传来 肾虚的声音 吓哭 快跑 还有半个小时 人皮鼠就要换皮了 听到肾虚的话 我头也不回的 就跑出了家门 来到小区外 我的耳机传来了 肾虚的声音 吓哭 你跑出来了吗 之后我拿出手机 对肾虚说道 我已经跑出来了 刚才真是太可怕了 肾虚 我妈真的是人皮鼠吗 还没等肾虚回答 粉丝们又发来了一串弹幕 吓哭 小心点啊 太恐怖 太吓人了 这笔恐怖电影好看啊 还是那句话 两人作秀 疯子演给傻子看 在座的都是傻子 上面那个说作秀的 你好像开播的时候 就说是作秀了 既然是作秀 你还看到现在 那你不起是傻中之傻 兄弟们 刚刚夏枯和他解视频时 我截图了 把亮度调到最高 背景真的跟夏枯 他妈卧室一样 我也发现了 而且他截脸上的东西 根本不是护肤品 我看更像是血 卧槽 不会真的跟肾虚说的一样 穿了两层皮吧 下面那层 不会是他姐姐吧 我去 太刺激了 我都不敢上厕所了 就掉床上好了 看到粉丝们的弹幕 我也是一阵后怕 看来肾虚说的 好像成真了 随后我看向肾虚说道 对不起大师 我不该说 你是个骗子 大师 现在我姐和我妈 都被人皮鼠吃了 我该怎么办 下枯 你先别急 只要熬过这半个小时 等你妈过了换皮时间 她就会离开了 这段时间你千万别回家 还有 你把地址告诉我 我马上过去 把地址发给了肾虚后 我就准备离开小区 去门口的车站等肾虚 可刚还没走两步 身后突然有人拍了我一下 我转身一看 既然是我爸下晚搬回来了 看到我爸 我眼泪都流了出来 爸 你终于回来了 我妈她好像有些不对劲 吓哭 你妈妈怎么了 爸 先不跟你解释了 你先跟我走 可我爸却一动不动地 看着我说道 吓哭 你可能不知道 你妈她患了老年痴呆 我怕影响你工作 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 你姐知道后 今天专门请假回来照顾你妈了 什么 我姐回来了 那她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姐俩的事 我哪知道 你姐说等明天一早 就要带你妈去医院 行了吓哭 天这么晚了 赶紧跟我回家吧 听问我爸的话 刚刚发生的一切 好像变得能说得通了 难道慎虚又耍我 吓哭 快走 想什么呢 就在我准备跟我爸回家时 我脑子中突然闪过一个恐怖的想法 我爸下夜搬回来 应该是从小区外进来的 但她刚刚明明是从小区里边出来的 吓哭你怎么回事 怎么老是走走停停的 赶紧跟我回家 这时 我心头一动 对我爸说道 爸 我看你有好几根白发 我给你剪了 不等我爸回应 我上去就剪掉了 我爸一根头发 随后便将那根头发紧紧的钻进手中 爸你先回去 我去买瓶饮料 马上回家 来到小区外 我颤颤巍巍的打开了握紧的拳头 只见一根白色的头发 正安安静静的躺在我的手里 T&B的 又被盛须骗了 我这次非要把她举报的封号 可就在下一秒 一阵风刮了过来 只见我手中的那根白头发 瞬间变成灰 对风刮走了 这一刻 我彻底傻眼了 盛须说的是真的 我全家都被人提鼠吃了 吓哭 乖孩子 快来找妈妈 让我们一家整整齐齐的在一起吧 吓哭 跟爸爸回家 听话 吓哭 姐姐买了最新的护肤品 回家姐姐帮你涂 这声音是我爸妈和我姐的 此刻我彻底被吓尿了 想跑 但是两条腿跟石化了一般 下一秒 我爸妈和我姐都一起扑向我 在我失去意识的前以后 我看到顺序症向我跑来